Dorothy Sayers在他的文章《为什么工作》中写道 教会跟现实生活最大的脱节 莫过于他未能了解和尊重各种世俗的职业 教会允许工作和宗教被分隔开来 然后惊讶地发现 世界的工作都变成了纯粹自私和具有破坏性的目的 而大多数的人已经变得对宗教不敢兴趣 但这令人惊讶吗 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对一个似乎跟他的生命90%时间无关的宗教保持兴趣呢 这种将世俗与神圣的分隔开来的工作观 是希腊哲学的残留思想 希腊哲学认为体力劳动是犹如人格的 工作是享受最高生活的障碍 因此要过这最人性化的生活 就是要最少的参与和最少的投入到这物质世界里 如果我们相信工作是一种必要的罪恶 那么工作的唯一好处就是带给我们金钱来养家 并付给别人去做卑微的工作 地位较低或报酬较低的工作是对我们的尊严的侵犯 然而在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在堕落之前就在伊甸园里工作 因此工作并不是罪恶的结果 工作也并不是必要的罪恶 相反的工作是为了给予我们尊严 并反领工作之上帝的形象 朋友们在旧约中上帝以园丁的身份出现 而在新约中耶稣是以这个木匠的身份出现 这些都是涉及体力劳动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就是敬拜主 然而因为人类的堕落 工作可能成为了我们所敬拜的东西 因此我们需要记住 我们主要的使命是跟随基督 无论我们被呼召到什么岗位或工作 在这过程中我们要取悦他 并背负自己的使甲 古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 无论你们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去做 好像是为主做的 不是为人做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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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